安川工业机器人入门与进阶培训课程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李涛 本节为第二小节控制柜与视角编程器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控制柜的正式图 控制柜这个位置为控制柜的电源线 电源从这个地方接入 这个位置为控制柜的开关 主电源开关 这里为控制柜的门锁 这个位置是控制柜的风扇 这里是控制柜的集挺 这个就是控制柜的视角器 这个是控制柜的一个正式图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视角编程器的介绍 这个就是安川机器人的视角器 视角器上是有一些按键 这些按键主要是用于操作机器人 程序编辑 首先我们看一下上方 这里是一个模式键 这个功能是用来切换机器人是手动还是自动 这个位置会有一把钥匙 然后这里呢 是机器人的一个启动按钮 这个是机器人的暂停按钮 这个是机器人的集挺 集挺用来 用来在一些突发情况拍下它 然后紧急停止机器人 在视角器的后面有一个USB接口 是用来备份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CF卡 它的作用呢 和USB类似 也是用来一些备份程序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按钮 首先 这个是一个光标键 用来移动这个 屏幕里显示的内容 这里是一个翻页键 这是一个选择键 类似于我们手机上 手机上一个确定选择 然后这里呢 这里六个键 六个键是用来控制机器人 XS LURBT 这六个关节的运动 这里呢 是一个速度键 它的作用呢 是用来手动操作的时候 切换机器人的动作速度 手动速度分为高速 中速 低速 微速 四个选项 它所选定的速度等级呢 会在屏幕 下面 在下一章节 我们会讲 会在屏幕的这个位置 会有 会有显示 然后这里呢 这个是高速键 高速键是手动操作的时候 按住本键 和手动操作键 也就是这六个键 任意一个 可以快速的移动 高速运动的速度 是系统内定的 我们无法修改 这里有个启动开关 启动开关 在这个机器人的视角接后面 我们看一下上面的介绍 位于背面 轻轻握住 加四辅接通 就是加机器人电源接通 稍微用力握紧会切断 这个启动开关呢 不能太用力 也但是力度也不能太轻 这下面的这个数字键 一二三四 一般是用来 输入一些数据信息 数字键 就是数字键 然后这里一个是插补方式 这个在下面 我们现在先有个大概了解 在后面我会 详细的介绍 这个键的使用 这个是插补方式 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按键 右下角呢 是一个回车键 用来命令 用来用作 在输入命令 位置登录编辑的 一些操作的时候 用它来确认 回车是表示确认的意思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方这里是一个 直接打开 这个是一般用来直接打开这个数据 直接打开这个程序 这里呢 是一个坐标 因为机器人运动的时候有不同的坐标 比如说直角坐标 关节坐标 工具坐标 用这个按键呢 来切换不同的坐标 我们在视角器上再看一下 我们先大概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英文版的一个界面 但是它的功能也是一样 我们在实际的机器人使用的时候 是中文的 但是软件可能有点区别 这是一个英文的一个画面 这节课我们就是大概先了解一下 这每个按钮 一些名称 在下面的教学课课中 我们会详细介绍每个按键的一个使用 好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观看